大家好,歡迎來到創意世界 今天是創意世界裡 我們要來做超迷你型的牛奶 這個牛奶看起來很像真的牛奶喔 而且這個牛奶瓶非常好做 而且材料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今天這個牛奶我們需要黏土 然後紅色的漆 圖片還有膠水白膠或熱熔膠都可以 那首先呢我們把黏土拿出來 然後我們把它揉成像長方形的方塊 那把尾巴切掉 然後它的長度大概兩公分左右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是切餅乾的 然後把左上角切掉 然後切掉之後呢 邊邊可以用手 或者是如果你有像這樣的兔兒 你也可以用 然後把它抹平 抹平之後呢 現在我們來做把手的部分 那把手的部分呢 把剩下的黏土把它搓成一條長長的 然後剪下你要的長度 然後剪下來之後呢把它黏上去 那如果你的黏土有乾掉呢 可以沾一點點水 那它就會很容易就黏上去了 然後現在呢我們要來做蓋子的部分 蓋子的部分呢也是一樣把黏土把它壓平 然後今天用吸管把它印出來 這樣子它的圓形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把蓋子把它擦成紅色的 然後擦好之後呢讓它乾 那我們在等它乾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這一個圖片呢 先貼上去 那這個用普通的白膠就可以了 那貼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蓋子乾掉就可以把它黏上去 黏好之後 我們今天的牛奶瓶就完成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也歡迎你參加我的粉絲團 這樣我有新作品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個看到喔 也可以你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 迷你世界的作品 然後你想要看的是什麼作品 那我會盡量抽時間 做給你們大家看囉 謝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Bye 我們下次見